好,弟兄姐妹,平安。大家早。 我们今天讲第二课,就是第二课这个马可福音。 我们会还是会用蛮多的时间来讲这个第一章,第一章的这些经文。 那我知道我上个礼拜有一个作业给大家,我看到有人留下来这个写说,哇,Homework,下面是惊叹号,大概是吓到了。 那Homework,我上个礼拜有讲两个,一个就是说,请大家把这个马可福音用朗诵的方式读一遍。 这是Homework1。第一个是说,请大家尝试翻译这个第一章第一节,用你自己的语言翻译。 那,其实大家不用太紧张,因为我上次讲说是要请大家要朗读一遍。 那个,我没有讲完成的期限,我没有讲说这个,今天就要完成。 我其实是鼓励大家能够读一遍。 那,我们华语教会是没有这种传统,那像在这个,你如果上YouTube找的话,你看到用英文的,那个,像英国的教会,他们还有那种做法,就是说,他们请那个蛮有名的那个舞台剧的演员。 然后当时信读了,那,把马可福音从头到尾读了一遍。 这是在正式的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个活动。 那,我有尝试去听过,那,我真的是觉得蛮,蛮享受,也蛮感动的啦。 那,他讲了差不多快两个小时。 那,为什么想希望说大家能够这样一个朗读跟尝试? 其实这个跟马可福音所写的那个时候的那个背景,其实是相关的。 其实是相关的。 我想你,当你在尝试来朗读的时候,我想你第一个会发现说,我们读起来不是很顺口。 读起来不是很顺口。 那,觉得你,你把圣经,像我们那个现在的YouVersion,圣经有一些版本,它有那个经文的朗读。 我们听了,也是觉得是有些地方会觉得有点不是那么顺,或是不是那么了解。 我们是不是听得懂。 其实原因是有的啦。 是因为我们的圣经现在常用的版本是那个河本。 圣经的河本。 河本呢,它是一百年前,一百多一点所写的。 那个时候真的是创举。 那也是,其实对中文的文字跟语言,其实影响很大。 也影响到后来的,像武士时候的这个胡士他们所倡导的这种白话文运动。 其实都有相关,也是一个中文的一个文字上的一个遗产。 但是毕竟跟我们现在再读哈。 所以有个一点点距离。 这也是为什么说我要请你说尝试你自己翻译哈。 那马可福音这个书卷,其实呢它一开始所写的目的就是要靠朗读的哈。 靠朗读的。 他们写给罗马的教会。 后来这个福音书呢,又在很多的这个当时的罗马帝国很多的地方的教会。 也非常被传送开来。 而且呢在教会的时候呢,它其实就是朗读的哈。 是用朗读的。 当时的书卷呢是用菩草纸写的哈。 菩草做的纸。 那你有兴趣你也可以去去看看说这个这个网路上有了。 你去找照照片哈。 那他们的做法,当然普超纸。 它是这样子卷起来哈。 卷起来。 然后上面会像当时你的书信的话。 然后上面有一个标签嘛。 这样卷起来贴起来。 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松拉课教会议区的时候,他们当时打开来呢,就开始来朗读。 为什么要朗读? 因为,其实呢,当时在和尔本在中国的开始的教会的情况也是一样。 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是智。 大部分人是文盲。 马可福音的时代也是一样哈。 那个总的比例很低。 所以呢,福音其实是靠听道而来。 那像保罗说的,我不讲道,我不传道。 就没有人听到。 没有人听到,他怎么会去信这个道。 所以这个communication,这个沟通的这个过程呢, 是从听心开始的。 所以是为什么让大家努力去尝试一下, 你用听的方式。 马可福音当时他这个写的文字,就是很简练。 而且他是用讲的。 其实其他的福音书也都是一样, 或是保罗的书信所写的情况也都是一样。 他是从, 主要是在会堂的时候,就是在教会里面, 就是这样朗读的。 那任何语言的话呢,他都会有那种比较偏向于说是文字性书写, 或者是说是用口语化的一个表达。 那像英文的话,那种alphabetical,就是拉丁语系的话, 他们主要是用这个alphabet。 所以他比较容易口语化。 那当然了, 英语也有那种, 不是很口语化, 看起来很, 看不懂了。 像King James, 那就是, 不是那么口语化, 都会有那种差别。 那中文的话, 这种情况就更厉害。 中文的话, 中文各种地方语言太多了, 所以中文的话都是用书写文字, 用读的, 就是用眼睛读的, 而不是用嘴巴读的, 一个沟通跟表达方式。 在中文里面这个情况更明显。 所以是讲广东话的, 他也可以读中文的, 或是各地方的, 讲四川话的, 上海话的, 但是基本上是用眼睛来看的。 好, 那真正在表达用讲的, 还是用地方的方言, 或是地方的口语化的东西。 那河河本的一个特点, 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 他把他的一些带进来, 一些当时的, 北京的一些地方的话语, 地方的话, 那有这样很多的口语化。 那所以, 在当时呢,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创举。 那当然, 对中文很好的人, 人家秀才的人就觉得说, 这个文字太粗笔的, 太简陋了。 那对完全没有读过书的人, 他就觉得说, 他好像, 圣经是翻译的一个重要性, 还有跟他那个媒介, 那我会很相信说, 这是神的作为, 这是神的作为, 因为他透过翻译, 听说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人, 不同的感受。 那所以, 也是为什么原因, 所以我邀请说, 你们尝试翻译一下, 那个第一章, 第一章的那个第一节, 那是一个exercise。 因为像我们现在, 任何的情况, 其实我们在跟人家传讲福音, 在讲圣经, 其实我们都不断的在自我翻译。 当你跟你的孩子们讲的时候, 或是跟你的父母亲讲的时候, 你都其实都已经是在进行翻译的工作。 所以, 我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 好, 那是关于上个礼拜的功课, 那我也给大家一个解答。 基本上是鼓励说, 大家能够多读。 然后, 我们在课的进行当中, 你也可以常常用你的手机, 用听的方式, 听听看, 然后, 再朗读。 然后, 用你的话语去讲。 起码, 那话语就变成你的话语。 而且, 你可以这样传讲圣经, 或者马可福音的一些话。 好, 这是我今天的开场台。 那我们开始进入今天的经文。 今天我们讲马可福音, 我们进度是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15节。 第一节到第15节。 那这个经文可以分为几个段落。 第一个就是说, 在第二节跟第三节, 我们先来讲一下。 我们下个slide好了。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 看啊, 我要拆取我的使者在你面前, 预备道路,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主的道, 修置他的路。 马可他一开始就讲说,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讲的说, 其实这个正如, 这个文体有它的一个特别性。 就是说, It is written, 那时候已经有这样写的。 但其实这个是带有一个全秉性的话语, 当时的罗马人或犹太希腊人。 It is written, 就是说, 其实是带有, 常常是带有法律性或权威性的东西。 那, 以下讲的就是有权威性的东西就对了。 那对犹太人来讲也是一样。 犹太人他们在, 在传讲这个, 这个就位圣经要念读经的时候, 也常常都是这样讲说, It is written, 书上记着说, 或是我们在松文里面也常常这样写说, 经上记着说。 这个话呢, 不是随便讲的。 它是带有一个权柄在那里, 正如, 这个地方是翻译成正如了。 那, 在其他的经文上有写说, 经上记着说, 经上记着说。 那, 稍微解释一下说,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 比如说, 这个以赛亚书上这个, 你可以把它打个小星星。 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有些圣经版本有这样, 有些圣经有这样一个注解, 就是说, 在比较老的版本的马可福音书里面呢, 并没有说以赛亚这三个字。 而是说, 正如先知书上记着说。 那, 那, 我是觉得这个地方呢, 用比较老的版本呢, 其实是蛮合适的。 因为, 其实第二节跟第三节呢, 是好几个经文的地方, 好像在编字一样编在一起的。 编在一起的。 比如说第二节, 第二节来讲的话, 我要看啊, 我要拆解我的死者在你面前, 预备道路。 有两个地方, 至少有两个地方, 其实是, 不是这个以赛亚所写的, 而是其他的经文的。 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个图片。 第一个开始的地方是从出埃及记, 然后第二十三章的二十节, 有这样讲, 他说, 看啊, 我拆解死者在你前面, 在路上保护你, 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 这是耶和华透过摩西, 向以色列人所讲的话。 他说, 看啊, 我拆解死者在你前面, 在路上保护你, 引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 所以这个经文, 在当时的人看, 就是说, 要去这个应许之地。 那死者是谁? 死者是谁? 我们等一下会再讲。 第二个, 就是在马拉基书上的, 也有这样写说, 万君之耶和华说, 我要拆解我的死者, 在我前面预备道路。 你们所寻求的主, 必忽然进入他的殿。 立约的死者, 就是你们所仰慕的, 快要来到。 这边有个重要的地方, 就是说, 出埃及记, 出埃及记, 其实是以色列人, 第一个被, 成为选民的一个时刻。 在那一件书。 他们在, 出埃及以后, 在那个山, 在立约的山, 然后摩西, 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 然后是, 这个是受选的选民。 所以由太人, 以色列人, 成为一个被选的一个主群。 所以对他来讲, 这是一个起点。 可是后来, 他们就被递, 然后被逐, 然后被逐, 被放逐到巴比伦, 然后又再归回。 那马拉基书呢, 是由救越圣经里面的最后一卷。 最后一卷。 这边有讲说, 万君之耶和华说, 我要拆见我的死者, 在你前面预备道路。 你说这个一个对, 一个反差, 就是一个是在, 犹太人刚开始的时候, 成为神的选民。 神这样跟他们讲。 然后在马拉基书的, 最后一卷的时候, 就是最后一卷的时候, 神说几乎是同样的话语。 几乎是同样的话语。 所以这有什么意义呢? 有什么意思呢? 照马拉基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有意思的。 马拉基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就是要说, 有人要准备这个道路。 而且那个时刻, 那个地方就要来了。 那个殿已经到了。 所以马拉基他讲这个, 有他的含义。 我们看下一个slide好了。 第三节, 第三节就是以赛亚书了。 第三节, 事实章的第三节, 他说, 有人声喊着说, 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 在沙漠地修平我们上帝的道。 这个是完完全全, 就是从以赛亚书, 颁到说我们的第三节里面。 第三节里面那个话, 几乎是完全都一样, 几乎是完全一样。 他说,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处得到, 修植他的路。 那我们把这三节经文, 我们放在一起来想的话, 其实有一些东西, 马拉基讲得很快了, 但是其实是, 它有很深的含义在里面。 我们看下一个视频, 我整理了一些, 就是说, 我们可以要注意的地方。 那个, 正如, 就是说, 这个, 马拉基就是很, 马快进入主题, 就是说, 这个是有权柄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 经营上已经有这样的记者, 哪些, 记者什么东西呢? 他从三个地方, 至少从三个地方, 这样子来。 然后, 这代表就是说, 其实这整个, 是有连贯性的。 就是说, 耶稣基督来, 其实有连结的, 从旧约, 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 神的掌权, 一直到, 连结到他的这个身上, 连结到他的这个身上。 所以说, 这不是, 就是, 旧约行为, 一切两半的。 其实在当时的教会, 甚至后来在, 那个一百多年, 初代教会, 到正典形成之前, 这个一直是, 教会里面一个, 一个, 一个, 其实蛮大的一个, 就是说, 困扰跟纷争。 当时有, 罗太人的弟兄, 他们就说, 一定要回到, 回到, 回到旧约。 就是说, 你要, 要受割礼, 你要变成, 你要做犹太人, 才可以做基督徒。 这是一个, 一个, 一个不对的, 往这边拉的, 往右边去拉的。 那, 那保罗在这个边呢, 有, 在他的书记里面, 有, 有这样一个, 一个, 跟, 跟说, 是不对的, 那个批评。 另外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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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极端呢, 就是说, 有些, 就是外邦人的基督徒, 外邦人的基督徒, 他说, 我们是新的以色列人, 我们跟犹太人, 就以色列人不一样的, 那, 我们的, 信的神是耶稣, 那旧约有一些的神呢, 有些地方耶和法, 实在是太恐怖了, 太凶了, 没有爱, 所以, 那个地方, 那不是我们所信的耶稣, 所以, 所以像, 正典的行程, 其实是受这个有相关的, 像当时有一个教会, 是他的领袖叫做马吉安, 他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了, 为什么很重要呢? 因为他是第一个人, 把所有书卷集在一起的, 然后他跳跳跳跳跳, 然后哪些觉得他说, 这个旧约不对, 这个旧约不对, 最后到最后跳跳, 只剩下一些新约的一些东西, 所以呢, 这边要讲的是说, 耶稣是, 其实是一个连结, 旧约跟新约所应许, 神的来临, 和神的这个掌权, 神的这个权柄, 这个连续性是很重要的, 像耶稣, 他自己这样, 他在这个, 马太福音里面, 也有这样讲说, 他说, 默想我来要废掉律法, 并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这在马太福音第五章, 这七节, 所以耶稣自己这样讲说, 我来是要成就并且成全, 并且成全, 律法还有先知, 律法就是摩西律法, 先知就是先知书里面, 所有先知所讲的, 他是一个连结, 好, 还有一个地方了, 就是说, 在这前面这几个经文里面, 不管是在出埃及记, 或者是马拉记书, 这里面所讲的, 那个死者, 跟主的关系, 那些死者呢, 马可把他这样子写, 他其实是把耶稣的位格, 就是等同神,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因为在那个, 在出埃及记里面的经文里面, 说我要预备我的死者去, 然后, 我会跟你们, 我会领导, 然后在马拉记书说, 在我的殿, 有主位突然出现, 有主位突然出现, 那马可把他放在一起, 就是说, 耶稣的位格, 其实是等同神, 耶稣的位格等同神, 那约翰, 施洗约翰, 他是应许的那个死者, 他是预备道路, 预备道路, 在预备主的道, 修植他的路, 所以马可他的定位就是说, 耶稣就是那个主, 然后, 施洗约翰就是, 一施洗约翰就是那个死者, 就是那个死者, 所以他是怎样这样连起来, 所以在, 对犹太人来讲呢, 很可能有些人, 他觉得这个无法接受, 因为, 耶稣的位格怎么可以等同神, 等同主, 所以呢, 他们的心, 阿国人在读这个时候, 常常想到说, 那个死者, 那个预备的人, 其实就是, 是一个, 是一个弥赛亚, 是来准备, 来这边掌权, 然后神, 就是耶和华会领导, 会领导, 可是这边, 马可他所写的说, 耶稣基督的福音是, 那个死者是施洗约翰, 而耶稣就是像神的领导, 神的领导, 那你看前面这, 我们三处经文都这样写, 你看得出来说, 神一讲说, 我派你的死者去, 然后呢, 我带你们到应许的地方, 然后在马列基督讲说, 那个忽然之间, 神, 主就会在他的殿中出现, 那这时候说讲了什么东西呢? 这时候是神的带领, 跟神的一个救赎, 在苏埃及记里面, 神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赎出来, 然后带到应许之地, 马列基里面所讲的是说, 神把从那个世上被流犯, 各地的犹太人, 以色列人呢, 带回来, 然后呢, 神会突然出现在他的殿中, 这都是应许。 那, 神救赎的道路, 在这边所讲, 其实就像是第一章的第一节, 开始讲说是起初, 那个福音, 就是耶稣, 就是基督, 就是上帝的儿子。 那, 在这边耶稣所彰显的救赎道路呢, 是耶稣是, 有十字架的道路, 十字架的道路。 然后, 底下就继续写下去了, 一直到十六章, 就是马可在讲的, 是这个东西。 所以说, 耶稣的位格等同上帝, 然后耶稣的权柄等同上帝, 然后耶稣的工作等同上帝, 然后神救赎的道路, 就是耶稣十字架的道路。 所以你用这个方式去读的第二章, 第一章的二节三节的话, 你就会能够更了解说, 这个用力。 那马可所写的方式就是说, 好像就是宣告式的, 我看了他的话, 《经》上记着说, 《先知书》上记着说, 《我要拆见我的施子》, 在你的面前预备道路,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主要道, 修植他的路。 马可可能想说, 这个他们各地的教会, 或是罗马教会, 有些旧约圣经比较懂的人, 开他们主日学的话, 大概就把这个讲得很清楚吧。 所以他没有讲这些, 他就直接用宣告式的。 好像是中国这个我们的皇帝, 讲说这个圣上有招, 这个诏书是怎么写的, 它就是宣告式, 但是他背后还有一些出处, 有一些用意, 有很多的一个连结。 那我鼓励利勇姐妹, 我们可以去稍微, 有时间有机会去查这些经文。 特别为什么讲以赛亚呢? 因为全部的四个福音书, 包括马可、马太、路加, 约翰, 都有引用这句话, 就是说这个以赛亚书的这个四十章, 这段话。 所以对信徒来讲呢, 所以特别熟悉, 特别想说, 以赛亚这么说, 有一个要预备主的道路的, 要修持他的路的, 而那个人就是施洗约翰。 好, 那我们再往下讲了。 那我还在这里, OK, 有一些关键字, 有些关键字我们大家可以去, 大家可以稍微去, 甚至如果说你有那种Bible dictionary, 圣经字典的话, 你可以查这些字, 它有它的一些特别神学上的含义, 比方说像旷野, 或是使者, 或是呼声, 就是在旷野里面的呼声, 然后主, 那这个道路, 特别这个道路, 在我们的二节跟三节里面前后出了三次。 其实这个道路, 这个字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在基督徒还没有被称为基督徒之前, 就是说耶稣死, 复活, 升天, 然后五行节, 教会建立, 从教会建立, 然后再到基督徒受迫害, 四圣, 到撒玛利亚, 然后有人跑到安提阿, 到安提阿去时候, 才被称为基督徒, 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这样写, 那在之前他们被称为什么? 他们在犹太人来看呢, 就是一个小教派一样, 然后他们怎么形容他呢? 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说, 他说要去大马士革, 他要去迫害, 要抓那些人下奸, 抓哪些人呢? 就是the way, 所以这是一个运动, 一个movement, 那个群体人呢, 他们在走那条道路, the way, 所以基督徒在被称为基督徒的之前呢, 其实是被讲说, the way group, the way group, 走这个道路的人, 所以他有他一个特别的含义, 所以约翰在这边, 马可在这里呢, 他括了二节三节里面, 就出现三次的这个, the way, 这个道路, 这个道路, 好, 这个是一个背景,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看了, 我自己也觉得蛮感动的, 好, 我们继续下去吧, 时间的因素, 照这话, 约翰来了, 在旷野施洗, 那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这个人, 再一次呢, 马可非常的精简, 照这个话, 前面二节三节说, 经上继续说, 然后, 实现了, 就是谁呢, 就是约翰, 约翰来了, 在旷野施洗, 那施洗约翰呢, 马可呢, 也没有讲他的背景, 像路加呢, 是从约翰还没有出生之前, 从他爸爸妈妈开始讲了, 这个讲得很详细, 然后呢, 马太呢, 路加也有讲说, 他怎么样挑战当时的, 所谓的这个, 这个犹太人的这个, 律法的, 或者宗教的领袖, 像法利塞人啊, 或者像杀鲁该人啊, 他有他的这些批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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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上还有, 还有一些还写的, 关于说约翰, 施洗约翰, 他讲了一些社会改革的建议, 他对军人, 他都做的建议, 军人要怎么样, 你要过你的生活, 什么样的, 马可这边, 都没讲, 马可这边就没讲, 直接讲到就是, 施洗, 这个, 这个, 约翰来了, 在旷野施洗, 传悔改的洗礼, 是罪得色, 马可就这样讲, 如果说你要对施洗约翰有多一点了解呢, 我想, 我建议你说你去参考, 参考一下, 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 对约翰, 对约翰, 这边的一个, 他的更多的一些了解, 马可多写呢, 就没有, 就是事实, 就是fact, 经上记者说, 而且就成就了, 约翰来了, 在旷野施洗, 在旷野施洗, 传什么样的洗礼呢, 悔改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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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使罪得色, 我们先下一个slide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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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旷野哈, 冰翰它有一个很大的影响力, 是有两个原因, 在当时的影响力, 第一个它在旷野里面, 第二个呢, 它实在太像以利亚了, 旷野对犹太人来讲, 它有它特别的意义, 旷野, 是神跟人相遇的地方, 神带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 在旷野里面, 离开埃及进入旷野, 在旷野里面神跟他们同在, 四十年的时间, 而且在那边呢, 他们成为一个新, 全新的国度, 军尊的祭司, 都是在旷野里面, 旷野里面使神的事情拯救, 旷野里面, 神呢, 事情带领, 用云住火树, 所以很多这个旷野这个含义, 其实是跟那些相关的, 在后来很多旧约的事情的发生里面, 也都是一些关键点, 在产生的时候, 是在旷野里面, 大卫王, 他翻身的转折点, 其实在他旷野那段时间, 在逃难, 在躲这个扫罗王, 像以利亚, 他也是在旷野里面, 他行很多的神迹以后, 最后呢, 好像是不是这个depression一样, 就逃了, 然后也是进入了旷野里面, 然后神在旷野里面怎么样带领, 带领, 让他整个重新建造, 然后怎么去带领他, 就把他直接带到天上去的, 他没有经过死亡, 所以旷野本身有这个意义是在, 然后他, 以那个约翰来了, 他跟其他人不一样, 他跟其他宗教领袖不一样, 不是在圣剑里面, 他是在旷野, 所以他当时很受欢迎, 他当时很受欢迎, 而且他又长得那么像外表啦, 什么穿着至少很像啦, 像他说他穿着骆驼毛的衣服, 然后绑个皮带, 那以利亚是羊毛的衣服啦, 织的编织的, 都是很粗啦, 都是不好穿的东西, 然后这个是蝗虫野蜜, 那就是不一样, 他传悔改的洗礼, 这边悔改, 悔改意思就是说, 把路转回来, 你走这条路, 然后转回来, 这样的悔改, 然后他的这个洗礼, 洗礼来源是, 其实这个还, 圣经里面也没有这样, 很详细的描写这个由来, 不过道是洗礼这个东西, 跟捷径是有关的, 这就不光是犹太人, 包括各个宗教, 几乎都有这种捷径, 那像中国古时候, 皇帝要祭天, 也是要捷径了, 这个从周朝开始, 那像日本的神道教, 他们都也是要都是, 灾戒乌浴洗礼, 那犹太人呢, 就很明显, 很清楚的有写就是, 像这个祭司们, 他要祭司, 祭司之前呢, 他们要用水洗, 有些时候还要洗不便, 所以这个呢, 有他们洁净的意思, 那这个约翰所讲的是, 悔改的礼, 悔改, 然后用水来施洗, 然后捷径, 跟神恢复这样的关系, 但是约翰呢, 很多人就以为, 他是就是那个弥赛亚, 当时是很多这样的传说, 他就是弥赛亚, 或者传说说, 他是不是是以利亚, 以利亚的, 就是以利亚再来的, 他就是以利亚, 也有这样的说法, 当时约翰是, 其实是蛮popular的, 对面经文所讲的就是说, 在这个犹大帝, 甚至包括在伊路撒的人, 都出来又跟他受洗, 就become a fashionable, 就是说, 好像这个是属灵的得救运动, 很多人来, 很多人以为他就是以利亚, 以为他就是, 甚至以为他就是弥赛亚, 但是约翰这边, 他说, 后来会有一个能力更大的来, 能力更大, 我只是, 马可说是, 他只是帮他预备道路, 预备道路, 能力更大的人来, 然后约翰说, 我连帮他绑鞋带都不配, 有连帮他绑鞋带都不配, 对我们现在来讲, 这句话印象比较不深, 可是对当时, 特别是犹太人来讲, 这是很重的一句话, 什么意思呢? 帮他绑鞋带, 其实就是要帮他洗脚, 洗脚以后帮他绑鞋带, 这是谁的工作呢? 这是奴隶的工作, 奴隶的工作, 不是一般人的工作, 这是奴隶的工作, 比方说我要去你家吃饭, 你请我去吃饭, 我去你家了, 那我到了之后, 那个奴隶会来帮我洗脚, 然后帮我把鞋子绑好, 而且这奴隶呢, 还不是一般人的奴隶, 是外邦人的奴隶, 这个有阶级待遇在那边, 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 用外邦人, 是外邦人的奴隶, 所以约翰是讲说是, 我连外邦人的奴隶都不如, 地位都不如, 他是用这样来做一个对照, 然后他说, 那位来的时候, 他不是用水来跟你施洗, 他用圣灵来施洗, 用圣灵来施洗, 这个是很深很深的一句话, 好, 那在教会历史以来, 其实这个有时候也会造成一些争议, 有些人说, 什么是圣灵施洗呢? 就是有些人说是, 就是要会讲谎言, 才知道说你有圣灵的施洗, 那我们今天我们不讨论说是, 什么是圣灵的施洗, 我现在想请大家来看到说, 用圣灵施洗这句话的一个重要性, 就是说, 谁可以用圣灵施洗? 其实没有人可以用圣灵施洗, 只有上帝能够用圣灵施洗, 因为圣灵不是像水一样可以放在人的手中, 就是上帝来用圣灵施洗, 所以基本上, 约翰这样讲就是说, 来的那一位, 其实是像上帝一样, 像神一样, 再一次, 他这个主题就是说, 再来的那位人, 就是耶稣基督呢, 他能力是大的, 而且呢, 我是不配的, 而且他要用圣灵, 让你们施洗, 就是他像上帝一样, 这是马可的一个重点, 好, 我们继续讲下去, 39分了, 我要加快了, sorry, 好, 那耶稣的洗礼呢, 耶稣的洗礼, 我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 在约旦河里受的洗, 第一个是, 拿撒勒的耶稣是真的有这么一个人, 真的这么一个人, 这个人叫耶稣, 而且呢, 他出生地, 他出生的地方, 叫是拿撒的, 真的有这么一个人, 在哪里受洗呢, 在约旦河, 真的有这么一个地方, 说得谁的洗呢, 说得约翰的洗, 所以说是, it's a fact, 那, 教会后来像有一些异端的产生, 就是说, 耶稣其实, 第一个, 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是耶稣, 可是他是个灵, 他不是人, 他这边马可都写的说, 耶稣就是人, 而且是拿撒勒, 而且是从加利利拿撒勒来的, 所以, 当然很多人, 我想马可在写这个时候, 还有很多人在, 都可以做, 做那种证人说是, 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人, 在约翰, 约旦河里, 收了约翰的洗, 为什么耶稣要受洗, 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题目了, 那, 我们今天不讲了, 就是说, 马太讲说, 金珠般的义, 那个也是很难去,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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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体会, 马太文说, 耶稣说他要金珠般的义, 那, 我们今天就不讲了, 我们就是, 往下继续, 马可要讲的就是说是, 第一个, 耶稣是一个人, 从加利地拿撒尔来, 在越南河里, 受了冤的洗, 这是, what happened, 这个有发生的事情, 然后呢, 有几件事情, 他从水里一上来, 就看见天裂开了, 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 又有声音, 从天上来说, 你是, 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三个事情, 天裂开了, 天裂开了哈, 不是像我们有时候去山上去交友啊, 忽然这个, 有乌云啊, 然后云开了, 一道光线, 这样下来哈, 马可讲的不是这个哈, 天裂开了, 如果说你现在这个导演, 你要拍的怎么天裂开了, 我想可能会把它拍成像一个, 平行空间一样啊, 忽然呢, 你所处的地方不一样啊, 突然不一样, 这裂开了是, 他的原文是好像撕开了一样, 所以那个时空, 当时的那个时空, 在场能够感受到的, 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时空啊, 而不是说光线很亮亮的, 从天上照下来, 照在耶稣身上啊, 很多图是这样画了, 很多图是这样画, 不过, 如果说你从天裂开的这个来讲的话, 不是这个样子啊, 是说圣灵, 就是说他这个这个时空, 整个完全都不一样啊, 然后, 有圣灵仿佛鸽子, 就是有圣灵, 这个圣灵好像是真实存在的, 不一样的东西啊, 不一样的东西, 可是呢, 降在耶稣身上, 而且, 这边降在耶稣身上, 其实就是整个进去了啦, 就是, 不是说点一下啊, 然后飞走了, 不是这个意思啊, 他说圣灵呢, 好像就进入, 他耶稣这个人里面, 然后有声音从天上来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我喜悦你, 所以这三个事情呢, 你把它放在一起, 就是, 很不一样的地方, 你想象一下, 我们去想象一下, 在那种时空, 那种完全不一样的时空里面, 没有人有经历过的, 然后有看到说像, 圣灵像鸽子一样, 见在他身上, 然后, 不然这样, 还天上有声音, 那叫其他的, 其他的数据, 像你打雷一样, 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其实这个地方呢, 可以说是第一次的, 三一神, 三一神的一个呈现, 父神, 是神的耶稣, 然后, 圣灵, 进入耶稣里面, 进入耶稣里面, 然后, 父神讲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常是呈现在一个, 那, 我们基督就是相信说, 耶稣所经历的, 我们也要经历, 因为我们要跟着他的角中心, 那当我们相信福音的时候, 其实我们, 圣灵就会在我们里面, 在我们里面, 然后, 神会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那, 你可以把自己投射在那个, 用那个名字, 我觉得我曾经有这样的祷告, 我自己在读那经文的时候, 不是这一次啦, 就是, 我几次, 就是读到这个, 我好感动, 我说, 为什么我可以变成神的儿子, 为什么我可以变成神的女儿, 因为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相信这个福音的时候, 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福气, 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福气, 那, 就是在我们身上, 我们常常也经历的那种, 神的那种, 三一神的一个呈现, 就像当时这个情况一样, 像这个, 什么时候我们经历像神的三一神的, 像C.S. Lewis, 路易斯他所写的, 他说,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在我们的里面, 圣灵开口祷告, 然后, 我们奉耶稣的名, 然后向天父来祷告, 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三一神跟我们同在, 那, 我们相信福音的时候, 我们就有这样的福分, 我们成为神的爱子, 圣灵在我们身上,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守耶稣基督的度, 这是我们的, 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福气, 好, 我们继续下去, 好, 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 再一次, 这个马可实在是, 就是蹦蹦蹦蹦, 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 一起受洗完, 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 这个救呢, 其实就是立刻的意思, 如果读英文圣经, 你会发现说, 他这个放在第一句, immediately, 马上, 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 而这个吹呢, 是有一点rush, 那耶稣不是不情不怨, 而就是说, 他这个马上就发生的事情, 马上就发生的事情, 让你联想到说, 这个马上就带到旷野里面去, 那然后, 这个旷野的情况, 刚刚我们讲到说, 旷野跟神同在的情况, 好像又不太一样, 那我们不要想到的是说是, 在这个犹太人, 他们的这个赎罪日的时候, 到最后一个关键点的时候, 是那个戴罪的羔羊, 大祭司祷告以后, 按守在那个羊的头上, 然后把所有以色列人的罪放到那头上, 然后把他赶到旷野去, 那你马上联想到这种情况, 那他在旷野有40天, 他在旷野有40天, 受撒旦的试探, 这40天, 这个是很奇妙的数字了, 那犹太人, 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 也是40年才进入这个应取之地, 这边耶稣的受旷野有40天, 那你要是正道神学院有去上课的, 我们又遇到刘霍里牧师的教导, 就是说, 他常常你少要祷告, 他就说好,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40天, 那个由来是这样子的,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也跟历练, 那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呢, 我们遇到什么大的事情, 那真的是需要祷告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放进去, 祷告40天, 祷告40天, 那他说受撒旦的试探, 这边特别写的是试探, 他那边写的不是魔鬼, 但是撒旦, 撒旦他有他的用意, 撒旦就是神的敌对者的意思, 所以神的敌对者, 然后他底下还有一群, 还有捷铃, 还有些什么天工的, 天上的地上的掌权的什么, 其实是一个群团, 所以撒旦是带头的, 所以说在旷野40天的时候, 其实也不只有撒旦, 那将近也有其他的, 那种属于黑暗, 属于撒旦权柄的, 也在那旷野里面, 那旷野的40天, 其实就是说耶稣受试探是40天, 而不是说是前面39天, 都没事, 只是肚子饿, 然后怎么样, 然后到最后这个40天里面, 才才这个魔鬼撒旦跑出来, 马可代言所写的, 这是一个连续性的, 这个试探是40天, 是这样的一个struggle, 当然他有身体的需要, 心灵的需要, 种种, 耶稣要经过这样的试探, 那关于这个试探的, 写来描写的内容比较小, 写来描写的比较详细的是, 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 金融姐妹也可以去读, 来这边做一个, 跟马可福音做一个参考, 马可福音又写了一个很特别, 就是说他病与野兽同在一处, 这个是其他经文都没有, 就是这个地方, 引起了很多的猜想, 当然也没有写, 野兽是好或是不好, 对耶稣是什么样, 可是, 我想以, 想像说以马可的读者, 罗马的教会, 他们读到这个, 可能会有很深的一些体会, 就是说, 这野兽其实会伤害人的, 当时我们有谈到说, 基督徒开始说, 波埃是尼路皇帝的时候, 尼路皇帝的时候, 他放火烧这个罗马城, 如果怪罪到犹太人, 怪罪到基督徒, 对不对, 讲错了, 破坏基督徒, 其中有他一个破坏的方式, 就是, 把那个, 野兽的一些皮, 放到基督徒的身上, 绑着, 然后, 放在竞技场里面, 放恶狗, 来咬, 很多人这样咬死, 所以, 或是其他的野兽来咬, 所以, 对犹太, 对基督徒来讲的话, 对罗马教会基督徒来讲的话, 看到这个, 我不经常去联想了, 他们会想到说是, 野兽是伤害的, 是要伤害耶稣的, 就像他们自己本身的经历一样, 他们感到说, 耶稣经历这个,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经历这个, 他说他有天使来伺候他, 耶稣不是孤单的, 即使是有天使来伺候他, 所以, 这个, 马可就这样一个, 一个很简短的一个表达, 好, 我们下一个了, 下一个, 约翰下奸以后, 耶稣就来到加利利, 所以约翰, 刚才出现, 在矿眼里面出了事情, 然后现在马上就下奸, 再一次的, 这是马可福音的一个特点, 还有阶段性, 然后阶段性, 就是说, 约翰其实他的那个, 预备主的到那个工作坊以后, 下奸以后, 耶稣来到加利利, 下奸, 我们这个翻译是, 是我们那个时候的语言, 其实就是说, 他就是被逮捕, 被抓到了, 然后去抓去了, 然后这个字呢, 其实后来耶稣被抓也是这样子写, 很多人被抓都这样写, 所以这个是他有一个, 有一个那种力量的存在, 我们这边读下奸, 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严重, 其实就是有那种, 有那种暴力, 被暴力的方式去对待了, 然后耶稣来到加利利, 宣传神的福音说, 日期满了, 神的国进了, 你们当悔改, 传福音, 所以这个14节15节了, 可以说是耶稣的mission statement, 耶稣的工作, 他自己给自己的工作一个内容, 然后, 他开始传讲神的福音, 日期满了, 神的国进了, 你们当悔改, 幸福音, 你们当悔改, 幸福音, 所以14节15节, 如果我要把别人, 要把他分成一段, 自己单独的一段, 因为这是一个开始, 开始, 后来以后就开始讲到说, 耶稣在人的福事, 耶稣在人的福事, 你看他受洗的时候, 其实是耶稣跟神的关系, 然后在这个旷野兽时代, 是个魔鬼的一个对抗, 然后14节15节, 是耶稣他的一个mission statement, 然后16节以后, 直到结束, 是耶稣他所做的, 在人的身上, 在人的身上, 日行满了, 神的国进了, 日行满了呢, 那就是这个, 这个我们, 意思是说是, 现在就是时候, 而且是好的时候, 原文的意思有说, It's a good time, and an opportunity time, 就是说, 就是, 现在是好的时候, 就是这个时候, 他的原文叫做Kairos, 那我们的Sandra姐妹, 她是负责Kairos, 这个宣教的课程, 所以Kairos就是用日行满, 这就是句话的意思, 来做他们的program的一个名称, 这是Kairos, 那我鼓励大家去进修, 去上这个课, 神的国进了, 神的国进的意思是说是什么呢, 不是说, 好远好远哦, 然后有一天会过来, 而是说已经来了, 你可能感受不到, 但是已经到了, 已经到了, 就好像那个, 那个二次大战的时候, 诺曼地登陆一样, 已经到了, 二战其实要快要结, 那个对对对欧洲战场, 将是现在要结束了, 可是又结束, 又还没有, 已经要结束了, 可是还没有完全结束, 神的国进了这个意思, 那你们当悔改, 信福音, 当悔改, 信福音, Evangelium, 信福音,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 我有一个结语了, 那个结语了, 那神的日子, 其实是一个, 一些犹太人来讲, 他们常常在想的, 因为从出埃及记, 或者是在先知书, 在这个以撒亚书, 甚至是马拉基书, 神的日子, 神的日子, 神的日子临到的时候, 神是这样一举说, 我要做你们的神, 你们要成为我的儿女, 我要做你们的神, 你们要成为我的儿女, 所以耶稣讲说, 日期满了, 也说是神的日子临到, 那马拉基书最后一节里面, 最后一章里面有讲到说, 万君之耶和华说, 那日临近, 世如烧着的火, 狂傲的和行恶的, 病如翠街, 在那日并被烧尽, 跟本支条义无存的, 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 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 其光线有医子之能, 您并出来跳跃如圈里的回读, 然后在第三节里面, 他要继续讲到说, 就是要守神的律法, 遵行神的公义, 那犹太人的期盼是什么? 犹太人的期盼是说, 神要到来的时候, 犹太人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犹太人是为了, 替世界人在守这个, 好像是守神的律法, 所以他们来的时候, 当神来的时候, 他们也要被高举, 那他们怎么样得到这个呢? 就是要守律法, 要做神, 要他们做的事情, 这背后, 有一个意涵, 就是说, 当我们做这样, 这样, 这样, 这样做的时候, 神呢, 相对的, 神也要做这样, 这样, 这样, 有这样的约定的关系, 所以, 好像是matching fun一样, 所以, 我们做的这些, 神也要做什么? 但是我们所相信的福音, 不是这样子的, 像耶稣他一来, 我们今天所讲, 耶稣他一来, 就是你要悔改, 信福音, 神就会跟你同在, 你要成为神的侄女, 这是我们所相信的一笔, 啊, 我们时间又到了, 啊, 我没有, 我想讲一个故事, 不管有没有时间, 就是关于福音这个事情, 有啊, 可以啊, OK, 好, 谢谢, 如果说我们今天去, 网络上去打, 打这个福音, 特别是打这个, 这个原文就是, Evangelium, Evangelium, 你知道是会跑出来吗? 好, 来来来, 我来, 我来share一下哈, 你会跑出来, 我的这个跑不出来, OK, here we go, 它跑这个出来, Evangelium, 然后你打这个中文的福音战士, 也是跑这个出来, 那我为什么知道这个呢? 我也不知道这个啦, 我是因为我儿子, 这几年之前, 他问我说, 你们看过这个卡通影片? 那我就看了, 看了才知道, 这东西大有学问, 它是1997年, 二十几年来呢, 所有日本的动画, 漫画, Anime, 最赚钱的一个东西, 它这个Franchise, 已经二十几年了, 从漫画, 电视, 广告, 包装, 电影, 电影呢, 除了第一集, 还有第二集, 已经在Netflix, 已经有了, 第三集呢, 今年要出来, 那预测说, 那这个第三集呢, 又会大卖, 它是日本这二十几年来, 最赚钱的一个广告, 那为什么叫Evangelion呢? 它的Evangelion呢, 就是福音呢, 就是一个机器人, 那机器人是, 然后会有, 面对这个外来的这个, 这个宇宙的这个, 这个攻击地球, 那我想起细节不讲了, 就是说它弄了很多, 那个宗教, 基督教跟犹太, 犹太教一些语言的元素, 它这个福音, Evangelion, 其实是个救赎, 就是去跟那个打, 然后要什么样的人去, 可以去驾驶呢? 只能够小孩子, 就是说他们还很, 还很比较单纯, 这个小孩子, 所以那小小孩, 他们要进入这个机器人里面, 然后坐上去, 然后跟机器人, 跟人的这个力量合而为一, 好, 然后这样一个救赎, 然后还要参与, 最后这个故事还要参与说什么, 世界的再创造啦, 然后有亚当有效啊, 用一些重要的元素, 它当然不是啦, 但是我想讲就是说, 我看了看了以后, 我看了看了那个, 那个电影以后, 我有一些感受, 因为你说它, 当然不是福音啦, 可是它有一些福音的元素在那里面, 所以它还那么畅销, 它的故事呢, 都是有弱点的人, 先是小孩子, 后来你看每个人都是, 都心中有个洞, 都在追寻, 追寻什么样的东西不知道, 在那边追寻, 然后呢, 他们的盼望是能够有得到什么样的力量, 然后被救赎出来, 然后他这个能够畅销原因, 就是说他都是那种小小, 他主角呢都是软弱的人, 好,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想说这就是一个福音的要素,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动啊,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动, 那我们要等着我们的盼望, 其实就是一个福音的要素, 他这个是, 我觉得他很厉害了, 他把一些我们的基督性啊, 一些的元素放到这里, 那我今天为什么特别想讲这个呢, 其实跟我昨天被电到的关系了, 我昨天呢, 在看一个日本NHK的一个, 一个documentary的纪录片, 那纪录片讲到的是说, 社会工作者, 日本社会工作者, 那个节目讲到一些社会工作者, 日本的那种情况, 其实社会, 其实有它的阴暗面, 它工作做在什么样的人身上呢, 做到一些人, 他有社会疏离的, 他就是他没有办法跟人相处, 他没有办法跟人相处, 甚至跟他下人都没有办法相处, 他也没有办法工作, 也不跟人接触, 这样的人还其实还蛮多的, 很多人, 大部分都是自杀, 那这社会工作者呢, 他就没拍到一个了, 就是说他要去看一个人, 他也尽量去, 他去看的时候呢, 他也不怎么跟他来往, 可是他觉得说, 他其实是希望他去看他, 就去, 他说我今天带着这一包, 这一包snack, 小银食, 要去看他, 上面有一些动漫的东西, 也许他会喜欢也不一定, 然后就拍到说, 他进到那个人家里, 然后他把那一包拿出来, 然后那一包是什么呢? 他说, 就是那个evangelium, 这个东西的包装的零食, 像那种乖乖的那种chip那种东西, 可是问题是我听到我耳朵里面是说是, 他去问这个社会工作者, 去问那个人说, 你有听过evangelium吗? 我被电道了, 就是说, 你有听过福音吗? 你有听过福音吗? 所以我想说, 我们专言圣经是很好, 但是我还是要回到福音的本子, 像耶稣基督讲的说, 传讲的说, 悔改信福音, 悔改信福音, 那我想说, 刚好这个是这个, 你们给了两个福音, 刚好跟我们题目相关了, 我想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因为世界真的是需要福音, 那当然福音不是像那种卡龙铭片的这种, 这种漫画的这种形态, 但是人的心, 人的需要是在哪里? 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